为什么老婆一定要听老公的话呢 因为好处真的特别大 首先呢 你听老公的话 这两口子就能少吵很多架 因为男人天性就是比较理性的 他看待事情没有那么情绪化 特别是面对一些大事的时候 他更加容易做出正确的决定 如果你非要像头降雨一样 天天跟他唱反调 瞎吵吵 只会让外人看笑话 其次呢 你越听老公的话呢 这老公呢 他也就会越听话 因为男人呢 都是吃软不吃硬的 你总是跟他对着干 多伤到自尊心呢 你让他怎么在外面去拼事业呢 相反了 如果你愿意放下你的架子 温柔的去融化他 那么他把心掏给你都行的 而且你始终要相信啊 这个世界上 只有老公是真正为你好的 因为他才是那个会陪你走到最后的人 他不让你晚上出去玩 不让你穿着太暴露的衣服 他是要害你吗 是爱你啊 所以会担心 会害怕 会管着你 只有他知道外面就水有多深 外面就人有多坏 他不让你跟别人瞎聊 不让你接受别人的嗜好 也是因为他知道对方是不安好心的 他不是想干涉你的社交啊 他只是为你的安全操心 所以呢 你能不能听听话呢 长点心呢 我应该听听话呢 不让你一样 我应该听话呢 优优独播剧场